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菜 就是叫做蒜頭雞 這個菜實在太簡單 簡單到我連名字都不想想 總之裡面有些什麼 我就叫那個名字 就是蒜頭和雞 很容易煮 容易到你覺得 為什麼你夾這些東西 有些人可能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是要學一些 是躲著眼睛做都行的東西 究竟有多容易呢? 馬上開始做就知道 好了,這個蒜頭雞 我們這次是用了雞的傳避 一定要有骨 我又解釋一下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說 有骨的肉是特別好吃的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有些說法就說 骨頭裡面的骨髓 會落在那些菜裡面 或者你煮汁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汁的味道更香濃 我不知道 有機會 不過有一個可以肯定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吃塊骨 吃到最後 看到那些肉 為什麼特別好吃呢? 那些燒排骨 為什麼這麼好吃呢? 原因呢? 如果你真的用Food Science說的話 就是因為骨頭不太受熱 那貼著骨頭的肉呢 不是煮得那麼透徹 於是那些水分呢 就會鎖得好一點 那就好吃一點 Juicy一點 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如果你喜歡說 嗯 我呢,很懶的 我只喜歡吃這個雞扒 我不要吃到骨 那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是這樣煮的話 你出來的雞呢 是會柴很多 乾很多的 試一下我這個方法 連骨去煮 OK? 而且骨頭也不是很多 只是一條而已 那些雞腿骨 OK? 來啦 好,那我們首先 要把雞腿呢 就要分開 不要整個煮 整個煮太大了 那我也曾經說過 那你切開這個雞腿呢 很簡單的 那你找到那個 雞的那個關節位 有一個凹位的 OK? 那你把刀一切下去 就是的了 喔 很容易的 OK 那你切好雞腿之後 我們就把它鋪好 在這個砧板上面 啊 跟著我們呢 就加少許鹽了 然後胡椒粉 跟著我們要搓一搓它 每一個都搓一搓它 不要搓得太大力 搓爛了雞皮啊 啊 砧板上面有那些 鹽啊 雞皮啊 不是 鹽啊 胡椒粉啊 那些你都要搓上去 不然就浪費了 跟著呢 將雞腿放在一個盒子裡 保鮮紙包著它 不用放雪櫃 因為這個數字 就太快做完了 有它在這個室外那裏 不是室外 室溫 對不起 室溫那裏 它20分鐘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煮了 那跟著這20分鐘呢 做什麼呢 嗯 就是做一些這個菜最難的地方 OK 砍 哈哈哈哈 看不看見那些蒜頭 全部呢 都是人手撕出來的 OK 那就是完整一粒這樣 蒜頭 我們不用把它切爛啊 成啊 總之一粒這樣去撕出來 OK 這裏呢 就兩個完整 一塊的蒜頭 撕出來的 20分鐘呢 都夠了你做的了 OK 所以呢 這個是最難的那個了 那假如你不想做的 那你就叫一下家人做 然後你就跟他說 你們都坐在這裡 坐得太久了 是吧 幫我做點事 幫我 剝蒜頭 快點 這樣 然後你就去喝杯咖啡 是吧 行啊 好了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煮了 是不是很快啊 哈哈哈 真的很容易 首先呢 你就要找一個平底煎餅 或者呢 找了那些大的鑄鐵鍋呢 平底那些 還有多些位置的 來去做這個菜 因為呢 我們一鍋過 搞定呢 你就洗少點點了 OK 好 那我們先燒熱了個鑊 怎樣知道要不熱呢 灑點水下去 嘩 已經馬上蒸發了 這樣就可以下油了 那我們現在是用中火的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雞皮 放下去 OK 雞腿無所謂了 好了 那我們呢 放了些雞下去之後呢 那個皮那邊煎呢 我們要煎到它呢 金黃色 甚至乎呢 脆脆的就好了 那麼大概需要的時間呢 是4至5分鐘左右 4至5分鐘 之後呢 你就要反那個雞 然後呢 再把它煎大概 2至3分鐘 OK 記住呢 我們是用這個中火去做的 先煎 好了 煎了5分鐘 看一看 嘩 帥仔 現在我們可以翻一翻 嘩 非常好 好漂亮 正啊 漂亮 小心彈傷你 3分鐘 好了 3分鐘又過了 那我們先關火 然後呢 拿一個碗 將雞 拿起它 然後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然後 開火 然後呢 還是熱的嘛 撕好的蒜頭 全部放進去 我們呢 就要這樣 拌勻一些 蒜頭 在油那裡 這個油呢 正啊 雞油來的 好香的 告訴你 好了 現在呢 我們會繼續用中火 去炸一些蒜頭 好嗎 那你會見到呢 它其實呢 已經在油上炸 如果你想它 再炸得香些 有些脆身的話呢 有個方法的 你將那個鑊 打側 放在火爐上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認識的了 然後呢 你會見到那些油呢 會高伸了一些 那些蒜頭呢 就好像在炸一樣的 好嗎 那這邊怎麼辦呢 你就要動過 鑊去這邊 那如果你怕這樣做的話呢 你可以用那個羹去撥走它 那邊又沒有炸到 那去這邊 那我們呢 就是要盡量把那些蒜頭 煎炸到這個 有少少金黃色呢 那就OK了 炸一炸它 好了 那些蒜頭呢 你會見到 哇 這個顏色很漂亮 哇 有少少金黃色呢 那就完美了 好了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接著我們就要加些酒 白酒 還有呢 味淋的 然後一拌一拌它 那現在的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呢 我們就想用一些酒精類 就把那個鑊底有任何 黏在這裡的肉渣 洗一洗它 我經常都說的 這些才是精華 於是乎呢 我們要把它放在那個餐裡 唯一可以令到它們 清理到的呢 就是加些酒精類的東西 或者是酸的東西 OK 酒是最好的 因為呢 其實它又甜又酸 那你加下去 那個餐呢 我經常覺得是那個 Tanginess 我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是Tanginess 就是送菜的味道 會比較立體 哈哈 我不懂怎麼再形容 我只是這樣說 有些人就會問 啊 啊 下酒 小朋友會不會不能吃的 這樣 我只是說 你可能煮完之後 你不想給小朋友吃 因為就是太好吃了 哈哈 不是 吃得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些酒精呢 其實好像我一般煮 是會揮發了 那什麼時候才叫做 很簡單 用你的鼻子去嗅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煮到這樣 你嗅嗅一下 咦 好像沒有了酒精味了 那就是說 那些酒精已經是蒸發了 那你可以加其他的調味料了 好了 酒精的味道呢 已經是蒸發了 跟著 瘦起燒汁 雞湯 水 少許鹽 糖 拌勻一下 好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放些雞下去了 那皮當然要向上 那你可以卡拉卡拉 這樣放也可以 跟著 蓋蓋 留一條縫在這裡 我們堅持用中火 OK 滾了之後 開始計算 半小時 這樣呢 準備好了 是不是很快 搞定 吃得 嘩 你看一下 多漂亮 那個醬汁 你煮到這麼長時間 你會看到它 開始有少許稠 又不是太過稠 剛剛好 你淋上去的雞皮 是完美的 我告訴你 嘩 多漂亮 你看這個 跟著 當然要做一件雞 嘩 看這個 多漂亮 我不客氣了 雞呢 超脆汁 超入味 是剛剛好 好 趁熱吃 一流 告訴大家 跟著 那個醬汁 拌飯 兩碗飯 謝謝 謝謝 這個 很容易煮 不妨試一下 OK 冬天整鍋想熱 更好吃 OK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的當然是Like 多謝大家 吃東西 很便宜 嗯 嗯